現在是公司的老闆 你都吃了公司的KOL 在我媽媽買嗎? 我問你做什麼 那會不會多了女生近身呢?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我可能會倒閉 喂,Tommy哥 約會的系列 不是吧 我先換衣服 不用穿褲子 Tommy,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看到這個數字是 開不開心的? 沒有,開不開心 已經入了很久之前 對這個數字沒了感覺 但這個東西都說是多了 你這輛不是自動波車來的嗎? 那你的手不是很空閒嗎?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說開球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 開球棍,有時候都要教的 有時候是B-ball、R-ball 我聽到別人不是這樣說的 年輕時也是 這句很老 會不會是握手跟他 對,我們在這輛班很合作 記不記得有多少個女生上過你的車呢? 你說有事還是沒有事 你平時還回家都算嗎? 我跟不上 剛才你說到沒有異獄 是不是真的好像 沒有異獄 沒有異獄,混淚 混淚真的沒有異獄 有沒有覺得可惜了? 正直壯年 這麼快就收山 坦白說,在知道有小朋友之前 都會有一個位置 覺得好像沒有了 人生就這樣走 但當你慢慢開始經歷 一邊十個月生 一邊生出來 一邊一直到現在 這種感覺就真的消失了 原來人是會變化的 你一個美觀過我這個 但我印象中 我應該對上都是吃這個 專一吧 我一向都是 你? 你? 不是嗎? 你還是專一的認真 人是會變化的 我經常覺得 一定 一定 我跟出去都是這樣說的 現在這一刻你覺得 我問你怎樣 大家都覺得對大家是OK的 都挺好的 如果有一天 你都同意自己保持現在 對方那麼好 但對方都不喜歡自己 那都沒有辦法 沒問題 又是公司的老闆 你都吃了公司的KOL嗎 我不會問這些太無聊的問題 太無聊的問題 吃當然有吃 神經病 你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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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多了女生埋身 我呢 我剛才說 我楊敬哲 即是真的搞 剛好頻道 是多了人認識之後 是沒有女生埋過身 反而真的沒有女生埋過身 真的沒有女生埋過身嗎 真的沒有 有很多人有傳訊息給我 你就是沒有回覆的 喂 有回覆 但有很多人都是 是真心支持 跟你那些不同 不同的 我有些很正經的 不是 我那些都是支持的 你猜我是誰 誰 你猜我是衝刀入腦嗎 其實他也是一個好人 慢慢來看看 不要把外表騙到你 有時候你慢慢認識一個人 你覺得看他的樣子 你這麼帥 你這樣偷懶 你一直偷懶 但他又不是 看起來他又不是 我講一般的英俊 我覺得他們是知道自己是英俊 然後利用這些優勢去做人 我覺得他們是知道的 你知不知道 我這麼醜 我知道甚麼 哭你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怎樣做人 所以我們不知道怎樣做人 我看到茶餐廳的阿叔都是這樣療 其實是不幫他養事的 貪玩的 對 他是貪玩的 想療一下女生 讓女生 看見她開心的一個人 你在小學的時候 你也是特意解女同學 在小學學打理 你也是要那種 玩的感覺 對 有時候我覺得這女生真的很煩 我小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例如當有個人喜歡你的時候 然後就會說你要幫他寫下加貨茶 你喜歡不就是喜歡 為什麼要幫他做功課 其實你不喜歡做功課 以前小學很喜歡 你明知道你喜歡一個人 你不是對他好的 你總是要整股他 對他壞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你是特意要罵他 或者是笑他 Vincent就是這些方法 追上去 對 對 他不一定喜歡他 但他喜歡用這個方法 對 我小學的時候 是假裝得很不理他 即是你走開 你那些假裝型的 假裝自己好像不在意 然後要女兒主動 更近 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 人們經常說我和你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這是我和你最大的分別 我是不會想這一面 我在你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絕對 可能我看到 不知道是誰拍了一段影片 很厲害的 我就會被他激發 然後我就會 我也要做一段很厲害的影片出來 你真是梁天琦說的 你是用仇恨來支配 如果你剛才說的 真的 你是喜歡和討厭的 你推動你 對 你有感情才能做到很多東西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影片和以前的影片不同 以前的產品 或者整個影片說的東西 都是別人的東西 現在我們做影片 就關於自己的事 你不做好它 其實就沒有人幫你做好影片 變成那個自發性是很強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 留言也有說 為何肥仔會這麼殺色 我在讀書的時候 那時真的有一種想追女生的慾望 我想證明我是追到女生的 但那時我是一個肥犀 可以給大家看 我追班上最漂亮的女生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歡她 但我真的很想證明自己是追到的 直到有一天她跟何說 我喜歡你 就是她說我在朋友之間 是做了一個 attention point 我可能會主動搞笑那個 或帶著她的氣氛 你就會 他會 不好意思 我不會把你射出來 我都濕透了 很leadership的人 很charm的人 他應該是大家的湯麵 但原來這個湯麵會 只是關心我的 這就是我平常追求的方法 以前 現在沒有 坦白說我真的很少 你不是這些人 很少這些經驗 很少女生 現在不是主動出擊的人 其實你覺得如果主動出擊的話 你會分開 你不要管你喜歡不喜歡她 但我個人是很… 你不是那些吃了才說的 很多人很聰明 可以是很快就吃了一個女生 然後才說 一不一齊 但我不是這些人 對 你是誰人這條片你決定的 既然我要求你說真話 我自己也是說真話 好… 因為剪的時候還是沒有那些 哈哈… 你數不數到 你人生中追求過多少個女生 不知道 24歲之前 我是不讓自己不拍拖的 人生我第一次因為不喜歡一個女生而分手 之前那些都是女生不需要女 之前是因為我喜歡別人 伏 即是每次都是嗎 幾乎 幾乎都是 我最後發現了一件事 不是我不喜歡那些女生困身 我想留一絲機會給自己 我以前也以為我一輩子都不行 但原來是不大事 原來是… 會變 這件事是不大事 你有沒有覺得因為真的人老了 或者經驗豐富了 那個戀愛的感覺越來越少 對 有一天你會發現 我已經不是很想要那些戀愛的感覺 其實不是那麼必要 反而你可能有一個關懷的人關心的人 很老套的 就是很老套 但老身常談 我追求的感覺不同了 將戀愛變成感情 放在心目中 要照顧對方 其實那種感覺也挺奇妙 即是你人老了 你反而想追求一些很溫暖 有溫度一點的東西 真的 真的 以前你想追求刺激 你現在是想追求一些溫暖 很安定 很安心的感覺 真的很老套 真的很老套 為何會變成這樣 你覺得葉遷衛 算不算是一個難頂的人 算的 真的算 但你選了 只有我才頂到你 哇 前陣子我剛好跟朋友聊 最終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所有女人男人都煩 都是有他麻煩的位置 不過只不過是 各人有各人不同種類的煩 看你能接受到哪一種 一定有他的煩 你想找一個完全不煩的人 有的 給錢 好 那就是 不是 有甚麼地方 不是 我又不說了 你錢 塞在馬喉 原來我們在VLOG來說 是沒有試過一場黑暗仔 幾乎 走路 對,如果對上就已經是走路了 因為我們沒有人做 我們每次都一起做就沒有人拍攝 還有那個時候比的Arm Channel 多了就是微電影 我們已經在幕後發生了 就不是拍出來的事情 這個?這個 拍了多久呢? 是不是三年還是兩年 記住 如果你騙的影片 應該是2015年? 磨刺 不是,2016年 沒有,我馬上看 原來有68萬人看過 2016年12月 如果沒有記錯是2016年的9月開始 我就找了陳大猴第一次拍攝 幫忙拍攝 你不是第一條我和陳大猴拍嗎? 對,那時候最初的時候 你和Luby是螢幕第一次是 五個女生喜歡的特徵 喂呀,有些事情想你幫忙 這個真的怎樣 我記得你有一條 就是你們在一條天橋下面 然後說分手 然後哭 全部照片都是拍到 你好像嘉明表哥那樣 看不到樣子 那一條是我第一次出鏡 我是不想出鏡 對,但你Burr也很重要 我不想出鏡 我們大家當時都不想出鏡 對,沒有想過要做墨錢 後來為什麼我們會出鏡多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沒有錢 我們平時拍的影片 任何東西都是沒有收入的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導演 但我不是很敢找人做 因為我沒有錢給你的 你不知道怎樣說 後來怎樣說 那有時候就自己做一下 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出鏡了 這個問得好 其實蝦跳的時候 我也很不想 蝦跳的影片 你還沒叫蝦跳歌 是啊 你第一次叫蝦跳歌 是《焗豬的意義》 《焗豬的意義》之後 你才看片段 出鏡了 不要踢我 希望大家盡量不要承認我 最初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的 是沒有一種想紅的心 真的沒有 心態是比較不同 這三年裡面 有沒有說 哪個時期 你會是最開心的 我自己覺得 每一年的年少 都是開心的 嗯 很辛苦的 其實每一年的年少 都是一個不知災難的職業賽程 但的確可以有一班人 跟你 即是朋友 或者一些看過的人 跟你打個招呼 四個嗨 最好就是科技 但是是一個 因為我們是集體一起做 就是跟同事一起做 而那個感覺就好像 每一年下一個成績表 然後就看看 一些人有多 記得你 說到你 或者例如去年 我唱了《焗肥歌》 有人會唱《焗肥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 咦? 不是因為他讓我唱《焗肥歌》 是因為我有些東西 是留在他的回憶裡面 有窩心的感覺 我自己是最開心的 那一部分 是 最初的時候 可能感覺沒有那麼多計算 即是你很計算嗎? 即是你會多了其他考慮 我也是 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先行些 還是你會先顧觀眾 一定是自己的 就算沒有人看 都以後是拍了自己想拍的東西 一定是 因為很多同事都問我這個問題 沒有讚好 我也有說過 100次一定是拍自己的效果 因為當你有東西 自己不喜歡 你可以做一次做兩次 但不可以一直這樣做下去 第一件事 一定要你由心而發地喜歡 你才會繼續做下去 而結而不捨 你有一天 發覺我為了觀眾而做 你就會忘記了 原來觀眾是因為你本身拍的東西 可能你是那個有共鳴的位置 而喜歡你 那有沒有對錯呢? 沒有對錯的 因為可能你的感覺是很少眾的 可能有一刻你的感覺是很大眾 但就不代表是對錯 不過這些講的意思 我知道做得很難 完全不想到很難的 我記得我們當時 最初拍Vlog 大家每個都叫了名字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好 當初去旅行你就叫我 那你說一下你旅行的東西 旅途上遇到什麼 然後說有沒有人看的 我當時還很擔心 還在擔心 希望應該都有一百個讚 因為你是坐在那裡說話 然後 但是insert那些照片 那些物料 是啊 即是powerpoint 真的是人都叫 但爆了 但是那條是爆了 那一刻是令我完全醒了 那個人 你說的那件事如果是言之有物 又令到人有共鳴 原來就是有人看的 是的 那時候我們就迫大家做法 對於如果是一間公司 是一間公司 是一間公司的很大的賭博 簡單來說 我們將公司有沒有人看的 責任權放在你們身上 那一定是一些 是我自己控制最好的 我放在大家身上 那就很危險 剛才成就多了 有很多叫做別的公司的人 或者不是這一行 可能是老闆級的人 這些藝術不是很漂亮的 他們想介紹給你 即是說你再換一批 就有一個更好的成就 但是我想他們就是不明白 我們為什麼會去到現在這一步 就是大家原本 對裝瘡的時候 都是初心是些什麼 然後大家一般喜歡拍電影 就是圍在一起 然後去到現在這個地方 我去了很多大學 在之前的大學 有很多同學有同一個 有一個問題就是 問我 怎麼可以做得到 對方的成就出來 對方的成就出來 你也說不說到 我說不說到 我不是我想做對方的成就出來 是我做自己想做的成就出來 這個是分別 我只能夠說 你相信自己做的成就不停地做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 或者哪一個頻道 或者哪一個個人的品牌 是計算出來的 好像都真的沒有 我覺得沒有 可能你會紅色到一時 但是你說長時間到今時今日 很遠都真的沒有 所以我好欣賞那些 一直在錄片 因為我是欣賞哪一個 如何 X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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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有很多東西不欣賞 但你可以不同 它有堅持 這個態度 很多人有 你看XXXX 有沒有做不到 你有沒有 曾經想過 嘩 阿昌豪可能會倒閉 不行 認真想過的考慮 真的阿昌豪的第一個挫折應該是這幾個月 因為我們本身是靠廣告 我們的廣告是少了 廣告少了 然後同事就會說 不如課金吧 或者不如出產品 或者怎樣 其實我們最後沒有做到 一間公司或者一個人總會有難關 你能捱過的 那你就應該在這個市場上生存 如果你捱不過 其實會不會本身是有個問題 或者可能市場只要淘汰你 就算是觀眾的幫助 一試就不可以一輩子 這幾個月就是我們最好的一個證明 究竟我們還有沒有能力 在我們平衡到觀眾和生活的世界 這個是好像明天就結束 你有沒有想過最終可以做到怎樣 這個真的很多人問過我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最後可以變成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是不到我想的 那件事未來能讓你選擇 你都沒有選擇 反而我想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我很老土地 以前的時候已經很想去改變 我認為是廣告的形態和生態 因為我覺得是壞了 廣告這一行都要時代革命 我覺得 是一件頗有使命感的事情 你是想改革這個行業 而不是說我上個頻道有多少訂閱 或者上個頻道有多少人認識 反而不是這些 如果我要改變這個制度 好像一個尊敬的前輩 叫KK曾 如果大家上Facebook也有去 你要改變這個制度 第一件事要先去到那個位置 放了這個玩法 然後我自己希望可以 創建立自己的一個模式 然後我要想到一個位置 我可以有話語權的時候 我才有資格去改變 再簡單來說 你是想做的一件事 是改變社會 其實也算是 我從小時候 就是改變社會其中一部分 是的 我是這樣 我是在這方面有點視頻感 我從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的作品叫《香港踢入世界杯》 我畢業之作 為什麼我要拍這條片呢 我表演的時候 我講了五個字 為什麼 團結香港人 Fuck 哈哈哈哈 當然 因為是2012年 現在回想一下 現在 有時候我會覺得 做拍片的人 真的是暗咎 也是 是因為真的暗咎 才會做拍片 而一邊做下去 是一直暗咎 如果我們是一個很聰明 很功利的人 其實我想也不會是拍片 所以很多人都說 在做生意角度來說 我是失敗 做不到生意 我不是一個生意人 每天7點 記得看影片 追蹤Facebook IG和Youtube 那就真的是 適合頻道了 啊 發生意的 了嗎 我們都想說 發生意角度